我们答题继续 在元代以前 瓷器主要是以青瓷白瓷为主 但是到了元明时期 青花瓷义军突起 赢得了世界的青睐 请听题 明代早期 明成祖朱迪 大力发展传统的对外贸易 这一举措 也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 例如图中这件青花五党尊 使用了伊斯兰的装饰风格 请问下列选项中 关于这件文物的表述 错误的是哪一项 A 该器型来自西亚地区的金属器皿 B 其至此所用的骨料是进口骨料 C 同类青花五党尊 在我国迄今发现有据可考的 不超过三件 D 五党尊这一名称来自朱迪 请 抢 答 我选择第四个 D 选项 为什么 A 选项 这个是我清楚 它是来自于西亚地区 它是个底座 然后它在这个上面还可以放东西 然后 B 选项 指的是著名的这个苏玛丽青 然后 C 选项 是我不确定的 但是确实我印象当中 没有见过太多这一类的器物 因此我选择的是第四个 也就是用的排除法 对吧 所以你把 A B C 排除掉 就选择了D 那其他的选手有想补充的吗 这个五党尊 它是就是名称组时期的 刚才杜培文说的 A B C 我都很赞同 然后他的这个答案 我解释一下 他这个五党尊 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乾隆帝 我们来揭晓一下 本期的正确答案 选项D 祝贺 杜培文回答正确